本作品是以节约用电以及安全为主要的设计目标 夜晚时人会因为恐惧而紧握着扶手或是触摸墙壁 因此我们将我们的感测器设置在扶手上 而感测器的话则是以三层PVC板上下两层贴上的导电胶带 中间已打孔 按压时导电胶带短路使我们的光板发亮 而我们为了安全上的考量 在楼梯的沟槽部分的话我们塗上荧光材料 夜晚时也能大略所知我们楼梯的所在位置 而在控制器部分的话我们则是以程式书写的方式 不需要透过负载IC 只需要简单的程式就能达到使用者想要的效果 未来使用者想要颜值或是不一样的效果 也是可以透过程式书写上的修改 而我们在我们的光调方面的话我们则是以LED灯为主 市面上一般的灯具大概是一盏灯20瓦 而我们的一个光板大概是0.1瓦 所以可以点亮我们200格光板 这是十分的省电 而在我们的光板的制作方面的话 我们则是以CNC洗床激素洗出了5阶 17阶以及34阶 而我们目前是以34阶为主 也不是说阶速越多它的效果会越好 因为阶速太多的话它就形同于像5阶一样的效果 而未来要是大药生产时我们可以使用塑胶色素的方式 而在溶液部分的话我们则是以酒精加水加糖 而加糖的话是因为糖里面有悬浮粒子 可以增加它的反射效果 而为什么它有不一样的颜色变化是因为 我们自行加了色素 而未来使用者可以DIY自行加色素 我们现在来成品测试 按压时使本阶以及上阶下阶亮 下楼梯也是一样 所以本作品是没有所谓的方向性上的问题 未来我们可以朝着装置艺术 以及亭源造景的方向去做以发展 而我们未来可以在雕刻的这一面上面刻上哆啦A夢 这样按压时就有哆啦A夢的效果 谢谢